好 由外媒報導 日本政府正在考慮宣布通貨緊縮狀態要正式結束 我們請教富蘭克林投顧之聲傅里曾彥澤 你怎麼觀察 如果日本政府確定宣告告別通縮 可能透露日本經濟已經出現一個大轉變 那你怎麼觀察這代表的意義 而接下來 日本經濟會是怎麼樣一個走向 日營的政策如果進行調整 似乎也牽動國際資金的變化 請教您看吧 好的 那其實我們觀察到 日本在過去30年的一個通縮的狀況 其實歷經過去10年的安倍經濟學寬鬆的 貨幣政策以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加上日營匯價的程序呈現一個貶值的趨勢 其實日本的一個通縮的狀況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過去一年在CPI的數據 其實都有固件回升到日本銀行目標2%上的水準 越來越有走出通縮的狀態 進入通縮的狀態 日本銀行宣布要結束通縮的狀態 其實象徵意義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畢竟在曝露通縮的環境是持續性的 而且是過去一年我們都會看到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接下來就是在2、3月份 日本所謂的一個春鬥 然後這雙方的薪資協商 日本政府及日本銀行可能會觀察春鬥的狀況 那確認企業的一個實際的一個加薪幅度 那是不是可以讓日本回復到一個實質收入成長的狀態 那我們認為其實大概在3、4月 尤其是4月份一般預估是在4月份的一個利率會議 日本銀行應該是有機會就是在日本政府宣布通縮 這樣的一個象徵性的軍事之後呢 日本銀行應該有機會在4月份的一個利率會議 結束他們目前的這個負利率政策 也就是將他們的短期政策利率由-0.1% 上調到0%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終結主要國家當中 唯一一個負利率政策的一個國家 那後續呢其實市場也關注 日本銀行的一個政策動向 是不是會牽動到整體金融市場 以及經濟的一個狀況 那首先就是在於日圓的部分當然市會很擔心說 日本銀行的一個政策的一個 結束這樣一個負利率政策是不是會對日圓帶來明顯的一個升級壓力 我們認為確實會有一些 升級的一個壓力喔 畢竟日本銀行 終於結束這樣的負利率政策 不過未來呢 即便是把利率調整到0的水準 那也不代表意味著未來的政策會走向頂多會 每次利率會都需要採取一個升級的動作 可能還是需要且戰且走 觀察日本經濟數據的狀況 但是整體上我們還是認為日本銀行的一個 退出將貨幣政策進入正常化這樣一個步伐會非常的溫和漸進 那也避免帶給日圓會這樣有太大的一個升級壓力 打斷他們的一個整體的一個金融市場的表現 那另外方面對實體經濟的觀察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的一個部分 其實已經在過去年逐步走入通統的這樣的環境之下 企業的一個資本支出 有開始擴大資本支出的一個趨勢 那再加上就是在出口面的部分 也有提升了一個現象 我們看到日本的企業持續的擴大投資 然後擴大他們的生產的趨勢已經越來越不確 那反觀是在內需消費的部分可能還是稍微比較疲弱一點點了 那不過是確定步入通統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我們認為也可以促進日本民眾這樣的消費醫院 畢竟過去30年都是處在一個通縮的一個環境 消費醫院是非常偏低的 那現階段是逐步的一個步入通統的環境 我們認為應該會增速日本的一個民眾 提高他們的內需消費的醫院 富林那就日本日經指數的部分 因為最近也是一個焦點 昨天早已突破4萬點關卡 那隨著日本如果能夠有效的順利進入 溫和的通膨以及經濟複素的話 那日本資本市場的股市和匯市這邊 是否有可能會出現新一步的走勢行情 請教您看吧 其實過去的經驗顯示 日元升值大概都是會比較不利日股的一個走向 畢竟出口類股的部分 如果受到升值的影響的話 股價表現都會是比較疲弱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認為如果後續的一個日本經濟 有機會持續呈現一個就是比較溫和擴張的一個狀態 再加上企業獲利的一個成長 其實是有機會解除這樣一個日元跟日股走勢相反的一個 這樣悄悄反的這樣的一個魔咒 當然不一定一定要日元一定要貶值日股才會漲 但是也有機會就是在日元 會漲 日股總是呈現一個傳播的一個趨勢這樣